毕业的时候 我妈妈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我就去了一个事业单位 主要是做一些新闻摄影 大量重复的工作和各种限制打败了我 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我辞职了 我喜欢在阳光下待着 运动可能就是和我生命心相关的存在 或者说是户外 对于户外我一直有一种莫名的热情 如果可以 我想活成一棵树 在阳光下野蛮生长 享受那种和大自然的博弈 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接触 运动 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 看到生活里除了柴米油盐 还有那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 我是铁道 即使同样一个公园 上下班路过的感觉 和你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滑板滑过的感觉可能完全不同 真正投入进去的时候 甚至都注意不到身边的其他人 那种喜悦和成就感 或者你对环境和世界有一个重新的定义 运动的激烈 身体的控制 或者说是运动技巧的掌握 是一个动感刺激的过程 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在享受运动之后的放松和安宁 这是你和这个世界之间两种不同的对话方式 当然也有痛的时候 看着自己的队友掉下了八米的悬崖 也曾经和狼群擦肩而过 最严重的是滑雪的时候飞出了雪道 摔断了大腿的肌肉和部分之间 到现在还经常疼 但是经历了更多的伤痛以后 你也学会了珍惜 珍惜眼前的一切 从小我的愿望一直是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变得美好一点 我想要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某项运动 健康安全地入门 找到更适合的生活方式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变得更自信 走进自然里 走到阳光下 去和世界对话